他怎么会跑去监察院门口 他如果要去盘点 或检讨蔡英文总统这八年的施政 照道理应该去中东户门口 小英总统有关系地点吗 才能够去那里盘点吗 那他选择在监察院 其实他整场听完我还是不知道 他为什么选在监察院门口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我上个礼拜我就说 如果你们讲的都讲重复了 那就不要出来讲了 只有今天他讲的 柯文哲讲的跟黄国昌讲的 就是去年选举讲的 去年选举每一场造势都讲那些内容 到现在还在讲那些 没有进步 民众党没有进步 没有新的进度 老话题 然后就说那些民进党的都穿西装 穿皮鞋 我们是穿草鞋的 然后我就看那个荧幕 他们每个人都穿皮鞋 然后黄国昌还穿整套西装 柯文哲没有打领带 黄国昌还打领带 你怎么 你怎么说这些事情 他做这个比喻 然后自己的那种服装 以容也没有管理好 然后我可以预期 他5月19到民进党中央党部下面 北平东路 去那里的时候 讲的跟今天讲的又一模一样 他故意挑你们民进党党部的北平东路 北平东路 然后这个因为那个场地适中要动员人 很快就没了 那因为新党 中国新党有宣布要参加 所以他们算合伴 算民众党跟中国新党合伴那一场 那他们的诉求应该就是一直在重复 我是觉得非常的可惜 诉许说草根改革 草根改革 所以港柯林都没穿背 这个是当然是题外话 但是民主时代他们要讲什么 这个大家有没 因为他们也会直播 电视台也会转播 那我们就会听 有则改之无则加冕 无则加冕 但是因为现在柯文哲深陷几大逼案 在上个礼拜 这个弊案叫做台北城 台北城 台志光 北四科 金华城 为了让大家容易记忆 我们就取叫台北城 台志光 北四科 金华城 三个嘛 这个礼拜多两个 叫南港转运站 跟这个余果 这个这个虚子 叫高菜市场的这个案 所以现在合起来 叫做台北城南过 台北三金博 这个耿连的很好 台北城南过 南就是南港转运站 那过就是果菜 雨果市场 所以以后大家说 柯文哲五大逼案 台北城南过 台北三金博 这就是柯文哲母的这八年 那柯文哲 这些逼案 我觉得最关键的是什么 他当时在市府的这些幕僚 当时在市府这些幕僚 都没有在他旁边 都没有在他旁边 都离职了 所以搞不清楚当时怎么决策 第二个 因为柯文哲把自己当皇帝 所以他在开那个什么战情会议 每天早上七点半开 都是他订稿了 都是他决定的 没有人知道他的决策逻辑 所以现在包括民众党的八个立委 八个立委 没有人出来帮柯文哲讲细节 民众党的四个台北市议员 没有一个人出来讲细节 柯文哲以前的重要幕僚 蔡壁如也没有出来讲细节 通通没有 然后柯文哲就一句 不要查了 你们查也没有用 我没事 如果当时有事早就被查了 我选总统的时候早就被查完了 说这个没效 你要我是建议你519那一天 北平东路还算蛮长的 你就把你所有这五大案 台北上的港口 台北城南过五大案相关的文件 布满整个北平东路 你就搭一个舞台 大概走100公尺把事情讲清楚 比你去那边讲重复的话还要好 柯文哲你不把这五大案讲清楚 台北城南过五大案讲清楚 这个事情会一直跟着你 而且旁边的黄国昌会一直笑你 因为黄国昌现在从头到尾也不帮柯文哲做任何的这一个辩护 所以柯文哲你如果要继续保你在民众党里头的声量 建议你赶快把这事情讲清楚 否则黄国昌马上就会取代你